30天认知训练营 大家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沉默成本不影响未来的决策 因为过去的一切凝聚成今天的现实 而现实到来的那一刻就不可改变 唯一重要的是未来 这是教科书班的正确答案 但是人们在现实中多半不是这么行动的 我们都是自己过往经历塑造的产物 谁也不是只往未来这一个方向看 难道我们都做错了吗 这可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 它小到影响你今天要不要跳槽的决定 影响你要不要放下一切去追求梦想的追求 大到影响我们今天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取舍 这个问题在我后老勺发酵了很久 终于在打一局围棋谱的时候 我想明白了 围棋是最古老的战略游戏 规则非常简单 黑白两种棋子 棋盘纵横十九道 最后棋盘上剩下来的活着的子 谁多谁就赢 剩下的规则都是打打补丁 却生发出无穷的变化 一盘棋少就一百多手 多就三百手以上 每个对异者落子的次数 大概率是在五六十次到一百五六十次之间 而真正需要做出决策的次数 大概占到其中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一盘棋你需要做的决策 大概是十几次到五十次左右吧 这跟现实是同构的 围棋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抽象 它规则很少很简单 但是变化极多 未来很难预测 你可以做计划 但得随时迎接变化 人一生中所做的重大决策 上学 找工作 换工作 谈恋爱 婚姻 子女 退休 投资 在平淡的人生中 也会有一二十个 你要是人生激荡的话 多到五十来个重大决策 也很正常 这跟巴菲特所说的投资差不多 他说全部投资生涯 总共做的重大决策 加起来也就二十个左右 其他的都是小事 围棋是关于棋子效率的游戏 子多为胜是个结果 而做出几十个决策 布下一百来个棋子 如果这些棋子 整体发挥出比对手更高的效率 你就赢了 现实也差不多 没有说赶尽杀绝 你才算赢 这回事 你自己觉得活得比别人好 你就赢 它同样取决于刚才说的 你做出的那十几个 几十个人生重大决定 效率可以这样来描述它 假设第一步棋的效率是X1 第二步是X2 第三步是X3 到最后一步X150 你这盘棋的整体效率 不是做加法 不是说X1加X2加到X150 而是做乘法 X1乘以X2乘以X3 最后乘到X150 整体效率 它是每步其效率的乘级 有三点很重要 第一 每个决策都很重要 而且跟先后顺序没有关系 你的任何一个决策 都不能是致命的 如果是 那它发生在开局还是中局 其实对你没有影响 都是你 常识说人要犯错误 要在年轻的时候犯 这说法不能算是不成立 但它之所以算是成立 是因为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 天然的同时下着好几盘棋 比如说他要是炒股失手 全亏光了 但是他人力资本还在 还能补回来 如果年轻人只有一盘棋可下 只有一件事可做 全部压上某一件事 那他什么时候亏光 都是全部亏光 没有区别 这衍生出来一个推论 就是说环境中存在的机会越多 你才可以越从容 机会越少 你就得越谨慎小心 因为搞砸了 你没有机会翻盘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在北上广 他能够放飞自我 如果逃离北上广回到老家 他就得加起尾巴做人 人是没有变 环境变了 第二呢 围棋盘上做不到 但在现实中 你要尽量做到 使每一步都是个组合 原因也很简单 假设你要做两件事 一件事的预期收益是翻倍 另一件事的预期收益是亏一半 当然你不知道哪件事会翻倍 哪件事会亏一半 这时候你怎么选 如果说呢 你先做一件 再做另外一件 用串联的方式去做 那么你的预期收益是多少呢 想想就知道是零 因为无论你是先翻倍 后腰斩 还是先腰斩再翻倍 总之是哪里来的 回哪里去 回到起点 但如果你是同时做这两件事 并联的方式来做呢 那么预期收益是25% 因为有一半翻倍 另一半亏一半 合起来是100% 减去50% 再出一二 风险变小 收益变大 永远不要同时只做一件事 不要听那些all in的口号 第三 落在棋盘上的棋子不能动了 落子无悔 好比人生也没有从来 但是呢 棋子虽然不能动 你要落下的下一步棋子呢 却可以让已经落下来的棋子的效率发生改变 棋子的效率 它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始终在变化之中 它要看你接下来下什么 看你对手的应对 它的效率始终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围棋 可以把每步棋的使命都看作是尽可能提升你已经下过的棋子的效率 谁实现的更好谁就能赢 那我们的人生决策也是一样 新决策一定要让过往的所有决策整体绽放出最大的效率 你无法事先把一盘棋全部都规划好 这不可能 你没有这样的智慧 你的对手也不允许 但棋是一步一步下的 每下一步棋都努力让已经下的棋发挥更大的效率 这倒是一个小目标 是可能实现的 一步好棋是他对得起盘上的其他棋子 你的一个好决策则是他对得起你过往所做决策的总和 也就是说过去并没有真的过去 它是可以被未来改变的 存量是不能被清空的 因为存量不是沉默成本 存量也是变量 围棋帮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罗振宇脱不花错了吗 倒也没有 存量是不能清空的 正如你不可以把棋子从棋盘上拿掉 也可以让已经放到棋盘上的棋子发挥出更大效率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清空的 就是存量思维 因为我们不能被自己此前所做的决策所限制 不能因为过去有一个想法 就意味着将来我们还得继续这个想法 不能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定位 就认为这个定位必须捍卫到永远 否则我将不我 情况变了 看法就得跟着改 有人指责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看法改得太快 凯恩斯就反问 说先生们难道环境变了 你们不改变看法吗 不过呢 绝大多数人确实是不改的 人类棋手之所以在围棋上输给AI 就是因为我们太受制于存量思维 困在自己最初的构想之中 我们下前几步棋的战术目的是什么 后几步棋就鱼贯而来 我们或者把它叫做棋里 或者把它叫做棋风 或者把它叫做棋核 就是斗棋 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围棋的黄金年代 有一位超一流棋手 叫大竹英雄 他被称为围棋美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留下了一句名言 如果不下这步棋 整盘棋就输了 即使这样我也不能下 因为那步棋太难看了 你可能会笑话大竹英雄 但生活中太在意立场姿态 世界观的人跟他有多大区别呢 人的这些毛病 AI通通都没有 他审视棋盘 不管此前下了多少步 他把当下是做棋点 把接下来这步 当做第一步来重新开始计算 正是因为清空了存量思维 他才能清醒地评估存量 拿出此时此刻 最大化重构存量价值的策略 一盘记下来 他这样的次数比人类多太多了 好 总结一下 这一节讲到了三种思维方式 第一种思维方式基于自我认知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如果我做了这样那样的事 我还是我吗 我们的组织还是以前那个组织吗 第二种思维方式 随时准备清空存量 只看自己想去的未来的方向 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 爱情成可贵 理想价更高 若为自由 故两者皆可抛 爱情 理想 自由 这几个位置 你自由地带入各种关键词 就得到了这种去存量的打法 第三种思维方式 随时准备清空存量思维 但真是存量 因为存量也是变量 这种人不关心定位 所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身处什么样的组织 而是聚焦于使自己的存量 如何接下来发挥最大的效率 他总是重新审视其局 随时刷新思路 太阳每次升起都有一个新我 狗日新 日日新 这一节的灵感来自于一本书 三十六级与围棋 作者马小春是我国第一位围棋世界冠军 也是在棋手这群聪明人当中 被公认为最聪明的那一个 我们这一讲讲了围棋对思考现实的启发 而这本围棋三十六级 则是棋盘争斗与现实竞争的全方位的映射 在两个方面都是顶级的内容 如果你略通围棋 一定要找这本书来看 如果你不通围棋 很遗憾 你错过了很多 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这三种思维方式 第一种始终基于自我认知 第二种随时准备清空存量去实现目标 第三种强调清空存量思维 但是真是存量 请你想一想 你理智上认同哪一种思维 实际上又是被哪一种思维所驱动 两者为什么常常是不一致的 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与我交流 下一讲我会跟你聊聊 人是怎么理性作死的 下一讲见